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绝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欲 各位大德 大家午安 我们班长 刘班长因为他的母亲往生了 所以今天请假 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呢 回向祭的时候 随便也帮他母亲回向 OK 我们现在回到这段开始介绍 维世学 那么上次大概介绍了维世的历史背景 那么维世中整个说起来 就是所谓的法相中 我们如果研究佛教 如果有维世的基础 会比较扎实 比较更清楚 那么我们现在看的主要是讲 白法 那其实还跟着三十颂有关系 白法是把六百六十法 函色为一百法 是世卿菩萨所造的 三十颂也是世卿菩萨 它是有三十个颂 每一个诵诗句 把所有为诗的理论 含塞在里头 为诗三十松 它主要是三个字 为诗尽 尽界的尽 为诗行为的行 为诗果 尽心果 那么尽就是为诗的尽界 尽界分为两个 一个是为诗相 一个叫为诗性 我们讲法相 主要讲的是为诗相 为诗性是讲无为法 为诗相是讲有为法 那么一般解释 我们讲到这些三论宗 或者是般若 大部分比如说五印十二出十八戒 五印只有五个 十二出十二 十八戒十八个 都是空性 注重这些相都是空 我们读心经空中无色 无受讲 因此无一二 彼此生无色 生相未处法 都是在讲性 那为诗呢 像就是注重在法相的部分 不是没有讲法性 注意到 按照这个般若 大般若经 讲般若有两种 现在这个观念要非常清楚 般若就是智慧 那么因此般若 它不翻为智慧 翻为般若是叫尊重不凡 五种不凡 名叫尊重不凡 因为这种智慧 是出世间的智慧 是了生脱死的智慧 是能够测悟宇宙人生 真相的智慧 不同于世间的智慧 所以不翻为智慧 还是用伯仁来命名 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伯仁呢 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叫共伯仁 一种叫不共伯仁 对啊 我这边讲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讲这个东西 维持像 法像 可是为什么要提到维持像 为什么要提到伯仁呢 这都是有关系的 都是有它逻辑关系的 你要知道这个 你必须要知道 你会把整个佛法 而不是只是讲了维持像 就跑进去 我还有时候跳出来 像跟性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一般讲的都是性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像 像跟性是不分的 但是它分析维持像的部分比较多 维持性的部分比较少 不管维持像维持像 都是跟伯仁有关系的 伯教就是跟伯仁有关系 因为这个伯仁的智慧 不是世界的智慧 不是我们世界所学 我们世界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只有佛法里面才有学到 是这样 好 伯仁分为两种 一种叫共伯仁 一种叫不共伯仁 虽然这些话有时候我讲过 可是前缘后遇要把它对准 我的课程 因为我们的受读训练 就是很有逻辑 很有系统的来思考问题 不是介绍一大堆专有名词 讲到后来你也不懂 我也不懂 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清楚 好 一种叫共伯仁 就是声闻元节菩萨 简单说是小神跟大神共有的 叫做共伯仁 共伯仁就是空 这个空叫我空 没有法空 这个共 不共伯仁是不但有我空 不但有我空 还有法空 那就是大圣所修 前面是声闻元节神所修的 好 这样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谈到佛法谈涅槃 涅槃 我们以前讲涅槃这个观念只有 在印度本身就有 婆罗门教本身就有 那他的涅槃的观念就是 印度人认为 他们是出师思想 认为我们要追求一个永恒的价值 就叫涅槃 是出离一切烦恼 出离轮回 出离一切有为 那个叫涅槃 可是到了佛教呢 也是用涅槃这两个字 可是涅槃就好几种了 你能认为涅槃不是究竟圆满的 那么因此有小圣的涅槃 有大圣的涅槃 小圣的涅槃就是有于一无于一涅槃 那这个小圣的涅槃 所谓的涅槃又换一个名词 in other words 换一个名词叫做无为法 无为法 无为法就是没有这些生灭 等等这些的世界的这些现象了 可是小圣的涅槃叫偏真涅槃 就是他这个涅槃进了去 不出来了 我进入这个涅槃 我就不出来 也不能出来了 因为我正入的是空性 而大圣不是 我正入涅槃之后 我还要再回到世间来度众生 所以这就是我们天台中讲的 那一句话各位特别注意 就是龙树菩萨说的那一段话 众因缘说法 我说即是空 有的翻译为空 有的翻译为无 空 意为是甲 意是中道义 这就是空甲中三观 注意到这三个三部曲 所以我们开始要正入空 就是正入无为 小圣所正的 真情之后不是偏真涅槃了 我还要从里面再跑出世间 所爬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要在世俗地再修 从空 空是体注意 空点是归零 有零才有一二三 有体之后开始有用 小圣就进去了 不出来了 我们的大圣还要再出来 菩萨圣要在世间修 所以要从空 先从甲入空 再从空再回甲 甲就是缘起 然后在空甲中得到一个balance 一个平衡 叫做中 缘起跟性空两个要balance 就是空甲中教 次第三观 先空 次甲 次中 一星三观 即空 即甲 即中 所以先修空的那就是藏教 藏就是三藏教 就是小神教 然后我要从小神再套 中神到大神 就通 通小神 通中神 通大神 这个名乡很 很容易了解 藏 通 然后别 就是special 这个只是大神 不是小神 也不是缘教 就是大神 那个宗叫弹宗 抽离的宗 然后就是先空 次甲 次中 然后即空 即甲 即中 那就是缘教 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对啊 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就是天台的基本逻辑 藏从别缘 是从这样建立的 一个最简单 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好 刚刚我们讲到空 就是无违法了 所以空 但是我们讲了 讲到法空的时候 跟我空有什么不同呢 我空就是这个空 就进去不出来了 法空就是我进去 我还要再出来 在诸法上修空 在世间法上修空 在有违法上修空 注意到 这个逻辑很清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在光讲这些东西 要把很多概念厘清 很清楚的那个概念 这样子 好 所以刚刚谈到一个问题 到了 所以在华言就讲 小史中正元 小教的 就是声文元就叫 只是我空 没有法空 大称的就有 我空中 还有法空 只是说偏重我空的 偏重空的 这个就是有跟无违之间 偏重在讲 性的就是空 偏重在讲像就是有 可是像中也有信 信中也有像 了解这个意思没有 刚刚说的小神进去信就出来了 大称不是 大称虽然讲法像 还是又讲法性 讲法性还是又讲法像 但是它马上就是空 可是法像分析的很简单 不像我们在法像中分析的那么的 清楚那么的精密 是这样 对不对 我刚刚就把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性像的一个概念 就是法像跟法性 只是偏重在哪边 如是而已 好 这个知道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看了 这个白法里面呢 白法里面我们谈到有五位 这五位中 前面的四位就是法像 后面的六位就是法性 把法性分为六位 就是金刚经说的 一切贤圣 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那就是法性的差别 虽然讲无为 可是还有好几种 其实无为只有一种 可是有五个好像相似无为 就让我们搞清楚 为什么叫一切无为法而有差别呢 无为只有一种 但是有几个很类似的 要把它分清楚 不会走偏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再看回来 这边提到了 就是说一切法无我 五个字 就已经佛法的意思都在 一切法就是万法 万事万物 也可以说一切宇宙 一切现象界 用现代语言 用佛法讲就是万法 一切法 这边讲白法 或者就是一切现象界 都是没有我 这个注意 这个我包含两种我 注意 此地的我包含 人无我跟法无我 这个我不是光是一般的我 它包含人无我跟法无我 没有一个主体的subject我 也没有客体的法都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无我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前后文 一切讲无我 这个无我 哪个无我呢 人无我就是我执 人无我是对之我执 法无我对之法执 我们所谓的我法二执 那么按照文师学 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 谈一些问题的时候 有的时候谈到的是 谈到的是很广 有时候浓缩 你看我们看三十颂 刚介绍三十颂 第一句话 由假说我法有种种向转 由就是由于假 你看中官讲假 文师也讲假 这些法都是假 假明 说能用两种 其中我一种法 所以一切法就是我跟法 所有的法把它涵盖起来 就是这两字 那用一般来讲就是我执 法执 那刚刚说一切法无我 就是这些的确都是假法 所以就是刚刚用那句话 一切法无我 没有主观的我跟客观的法都含在里面 这一句话就解决了 那要详细再分 那就是五位白法了 有种种向 所有的万法 所有的向 都是从我跟法这两个向 把它转出来的 变现转化出来的 比一师所变 此能变为三 一切法相都是 就叫为世嘛 为世学 你看一般讲为世 有的叫法相 有人说应该叫法相 有人说应该叫为世 还有争论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法相是 我们要用那个说的话 法相是所变现出来的东西 法为世是能变现的主体 一个是从能上说 一个是从所上说 只是差别 一个是object 一个是object 差别只在此地 所以你说为世 法相不必真 能所的差别 所以这边就讲得很清楚 只能变为三 三种 哪三种 一种 四两 了别 就是第八诗 第七诗跟前六诗 换句话说 这句话 就是说 整个维师学 就是这么几句话 叫做三能变 按照华言中来说 这个叫做赖也缘起法 我们佛法都讲缘起了 比如四替就讲缘起 普及面道 十二因缘无名行 一直到老死 这个叫做夜感缘起 我们维师中叫做赖也 一首诗就是赖也式 阿赖也式 赖也缘起 如来藏叫如来藏缘起 又叫真如缘起 还有一个 华言叫做法界缘起 叫一真法界 所以佛法都是讲缘起 可是缘起有浅身次地的不同 都讲缘起 佛法跟四法一种不同 两个字缘起 四法不讲缘起 我们佛法讲缘起 可是你要再研究 了解缘起 用中观来讲 缘起行为完了 这很含糊 说得好 就是一语破滴了 快刀斩乱 一句话讲完了 可是你要讲什么缘起 夜感缘起 赖也缘起 真如缘起 或者 法界缘起 对不对 前程次地就有不同 一个比如说按照华言来说 一个是 藏教的缘起 一个是小教的缘起 一个是使教的缘起 一个是宗教的缘起 一个是原教的缘起 同样缘起 次地 浅身次地有差别 这就是说 它整理就是让我们清楚 清楚它在讲什么 对不对 这个我们在华言课程 以前讲都有提过 以后有机会再 慢慢地来说 好 那么现在 我们在回归到 不对 回归到 五位百法 五位百法就是包含 为是相跟为是信 此地说的 一切法无我 何等一切法 云何为无我 一切法就是五种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心不相应心法 跟无为法 这五种 另外什么叫法 法我们也介绍过 法就是认识自信 色法 什么叫色法 什么叫做心法 色法有色法的自信 特性 心法有心法的特性 有违法有违法特性 无违法有违法的特性 色身相为处 法各有特性 眼耳鼻色身 也各有特性 水火 地主线火风 各有特性 都是法 我们每个名词 都有它的特质 这就是 所谓的认识 自信 它有它的特性 然后这些特性 能够归类 把这些所有的 宇宙的一切人生的事情 做一种归类 就是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其实就是一种 一种名相 每个名相都有它名相的意思 可是名相的背后 就是说老子说的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个道非常道 名相后面还有很多学问 但是我们没有名相 我们根本进不去 这样 好 下面就要看这五位的关系 第一个叫做新王 新法 新王包含眼耳鼻色身意 莫娜是阿赖耶斯 八是新王 八是新王再简 分为新意是三个 就是刚刚讲的一首诗 诗两诗 第八诗 第七诗 前六诗 这样子 就是这边讲新王 新锁就是新锁 它是必须配合的新王的作用 副色后在新王上面 是新锁有的 好像这个手输用 我们所有 这个手输用我的 它必须依这个体 新王是体 新锁是其中依提起的一个作用 这样子 那么设法 因为有新王有新锁 才有外在的设法 为世所限 如果是唯心论的 唯物论的话 外面是主 我去了解它 它是主 唯物论是外在为主 唯心论是内在为主 可是佛法的唯心论 不是一般的唯心 因为它的心有分为第八诗的心 第七诗的心 前六诗的心 前五诗的心 有差别 不一样 这就不是一般的心 一般的心 充其量只讲到六诗 而唯事学 讲到第八诗 第七诗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第八诗属于不可知 这是在三诗中里面讲 不可知就是说 这个第八诗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觉察的 我们没有办法觉察怎么办 那就用比量 比量就是从推理 从唯事的道理 我们来推 应该有第八诗 那就是按照这个 好 所以设法是心王心所 所显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上次特别举了 据舍论刚好把设法放前面 当时我们提过这个 那是跟佛教的思维有不同 当然也跟佛教历史也有关系 这个我们就 实际就暂时不去讲复杂的问题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心不相应 心不相应 不是跟心不相应 而是跟心不直接相应 有的把它叫做 非心非色法 既不是心 心就是精神的 也不是色 也不是物质的 但是也离不开精神 也离不开物质 就好像时间 时间你说是精神吗 跟心有没有关系 可是时间跟这些设法有没有关系 也有关系 可是我们平常来讲 反正都是远起星空 可是为是不是 时间 到底是心法还是设法呢 我们搞不清楚 但是维持学也有讲 时间是心不相应心法 不输心法不输设法 也离不开心法跟设法 心不相应 然后就是无违法 无违法这边看 是所显示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了 无违法是 有违法显示出来的 不是跟 计策论是离开有违法 有一个无违法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空没有法空 我也是学是讲我空有法空 我法是没有办法完全离开 离开有违法 没有无违法 离开虚妄的有违 生灭 没有不生灭 离开相没有信 对于很重要的概念 平常我们随便说 假如一个金 金子 假如说有一个小孩 问爸妈妈妈说 爸妈什么叫做金 金你说金是黄色的 对不对 也不是很清楚 金是黄色固体的 对不对 也对 金是黄色固体会发亮的 对不对 也对也不对 琉璃瓦也是金的 也是黄色固体会发亮的 你怎么讲 怎么形容 就不如说拿一个真正的金 拿出来给他 反正就是金 换句话说 离开相没有信 是因为它有金的特性 才有金的相 你去怎么形容金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说灭盘是怎么样 实相是怎么样 怎么形容都没有办法 才能为什么不可说 因为它不是用原文字能表达的 对不对 像金样 你什么讲都不对 如人饮水 你随什么味道 喝了就知道 金什么样拿出来 反正不管什么形状 都叫金 碗也是金 佛像也是金 变成金的牛也是金 变成狮子也是金 离开相没有信 离开有违法没有无违法 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就是我们讲 有违法能够显示出无违法出来 有违法是生灭 无违法是不生灭 有违法是看得见摸得着 可以语言传述表达 无违法是没有办法语言文字表达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就是我们上次说 苏格拉利为什么说我只知道 一件事是为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他晓得这些现象是无限的 那这些 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有限的生命 了解无限的这些世界的东西 因为它是二分法 可是我们像是有限的 性是无限的 我们可以从有限的像了解理解到无限的性 就是缘起就是像 性空就是性 性空是无限的 这两个不是对立的 这两个是相应的 可是你执着像你就不见性 你不执着像就见性 可是不执着像而见性 小成就是离开像而见性 大成是在极像中见性 这是不同的 这是不同的 所以凡夫是极像着像 所以不会见到性 二成是离像而不见像而见性 菩萨是极像不着像 所以才有金刚经一无所住而生解性 金刚经为什么说一切有为法 罗梦幻泡影 就是这些有为法都是希望的 你不要去执着一无所住 而生的心 那个心才是真心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通 我们像跟性的关系 是这样 好 刚刚就是在解释了 有为法分为四种 详细的分有94种 那就是法相嘛 其他就是法性 就是六种了 好 这边就是 一切法六五种 还是刚刚的那五个 不过把它整理 还是那些话 心法一切最深 所有的法都是从心法来的 然后心所法是跟心法相应的 设法是心法跟心所法所显现出来的 叫做色拔 最明显 最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我们看见山河大帝梦中的 像哪里来 是梦中心所显现的 但是那叫第六意识 我们现在这个像是第八识所显现的 但是第八识我们不可知 我们做的是晚上做了梦 叫做第六识 白天做了梦 叫第八识 这样解释比较容易懂 可是这个第八识 要到大概八迪菩萨才能够见到 那就是转世成智的事情了 好 那么心不相应是三位差别 就是心往心所设法的差别 这个三个叫什么 有个名词叫做依他起信 或者叫依他起自信 依他起就是缘起 他的就是各种因缘 心往心所设法不相应刑法 各种因缘而起的有违法 叫依他起 然后后面叫缘成实 这都是为师的名词 缘成实 有的叫缘成实自信 缘成实就是缘满成就的真实性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 上次我们用了一个什么呢 麻绳的例子 这是为师学用的 麻绳是神子没有自信 神子依麻而起 可是我们在晚上看见麻绳 误以为是蛇 误以为是蛇 这叫骗记所执行 骗是普遍的骗 记是记多的记 就是骗记所执行 就是完全错误的一种执着 就是根本没有蛇的像 只是因为误解麻绳 而认为产生的一种错觉 叫做骗记之 但我认为说 这是依他起的 这是神子 神子依什么起的 神子依麻而起 神子没自信 神子的自信是麻 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为师学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一己一切 麻绳例子代表 一切法就像麻绳 都是依他起的 可是我们在这些法里面 我们会起我执法执 就是起了骗记所执行 我们会着像 就起骗记所执行 当我们晓得这都是因缘而起的 而看到他原本是麻 那就是缘成实信 换句话说 信跟像其实是分不开的 不过为师学就是要转式成智 一直在法相中转转转转转 最后才能见到信 这是维师学的一个特质 好 这就是所谓的三智信说 现在我们再看后面 还是在讲刚刚那几个 刚刚那个五个概念 那五个概念就是说 用不同的表让我们会更清楚 所以现在我们 现在如果说 我们只是用经典的话 讲个半天 摸个半天也不清楚 所以就现在的这些 我这边就参考 比如蔡英老法师 以前还有其他持行法师 等等很多法师 他们的各种居士等等的资料 你用很多资料 把这些表画出来 比较容易一目了然 好 下面来看 万有就是万法 然后把它分为事相跟理性 事相就是法相 事就是事事物 就是现象界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东西 理性就是理体 本体界 形上学 这样 注意到有一个概念 就是 我们在研究学问 我们从学问来讲 按照历史来讲 当然说从希腊哲学 西方哲学是从希腊哲学开始的 可是如果按照学问来说 一切学问的基础就是哲学 一切学问的基础就是哲学 所以我们要研究 任何学问你要追根究底的时候 那就是哲学 可是哲学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形上学 形上学就是这个现象 所有的现象 它的最原始的 是形而上的 你看不见摸不着的 就是老子说道个道非常道的那个道 它是 好像我以前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这是一个现象 我们看着见苹果掉下来 可是牛顿人 我们所有人看掉下来 从小看到大 有什么了不起吗 本来就是这样 苹果不掉下来 苹果往上跑吗 当然往下掉 可是牛顿就说 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 所以它就追索 才有所谓的万有引力定律 这个 对不对 我这个比喻 苹果掉下来是一个现象 可是为什么会掉下来 原因就是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我看不见 可是我要从现象中 我了解 它掉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万有引力 万有都不是苹果 任何东西都是有引力的 这个比喻 这个就叫刑上学 所以燃之固就是刑上学 所以刑上学是background 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用三法印 一时相印 叫做佛教的刑上学 用现在语言讲 佛教最基本的 佛教在天台我们有 世明 贤体 灵动 论用 叛教 贤体是什么 贤体就是这部经的刑上根据是什么 很重要的理论根据很重要 理学家讲理事 理什么 事什么 理学家也常常就讲理 理学家的理就是道理 就是形上学 我们佛家讲理事 理就是空性 就是实相 就是形上学 就是用现代语言来了解 为什么要有世明贤体 民众论用叛教呢 为什么要无从全因 它就要告诉你这些步骤 了解一步精尿 这个步骤 用现代的语言就是我们了解这个 就很清楚了 怎么样形上学 所以呢 所以我们这边看 如果套在我们这个白法来讲 有违法就是现象界 并且说显现了一些物理现象 可是这些有违法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无违法 性就是形上学 可是如果按照 维斯逻辑来讲 维斯逻辑 谁在创造宇宙 那基督教很简单 上帝创造的 各位知道维斯学怎么讲 阿赖耶士创造的 阿赖耶士创造宇宙 宇宙万有是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是造物主 阿赖谁的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阿赖耶士 我们的阿赖耶士创造 这就叫万法为是 万法就是万事万物就是万有 唯有是 就是我是 你再分就是第八次第七次 前六次 等等了 就这样 就是他的寻尚学了 好 所以 这就是叫赖耶缘奇观 叫我做梦的时候 梦见一切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做梦 大家做梦在一起 讨论决问 这个梦境哪来是我自己的 我的梦中心所显现 大家一起做同样的梦 你梦中心也显现大家在一起 这叫共业 在小说里面就有 这个人做梦说那个人回来了 他也在做梦 他梦见他回来 他梦见他回家 两个座类似的梦 是这样 好 那么因此说 所以阿赖耶士元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刚刚说万法为是这个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为是无尽 就是说 这是为是学讲的 这些为是就是这些法相 这些设法 所以没有这个境界都是假的 都是偏激实 都是我们的心 能源的心 那八思心所创造的 这个概念就是赖也元起观的概念 赖也元起观的概念 但是虽然讲这些 这都是为是像 所以你看 静行果 静是为是像跟为是像 我们刚刚在介绍的时候 为是像跟为是像的差别性 只是在介绍这个 我在把这个概念弄很清楚 因为为是的观念 中观的观念是两个不同概念的 有的时候可以相合 有的时候是要分的 以前我在学校里面有介绍 比如说中观我介绍完了 然后同学上为是学课 我说各位要上为是学课 把脑袋回去洗一洗 因为它是不同概念 你不能用中观那个带进来 那是不同逻辑 障从别人 小时中生源都是这样 它有它的一套逻辑 但是它有它交合的地方 这就是要用这个叛教思想来做整合了 那是另外一个思考方式 好 刚刚谈到 进是为是像跟为是性 所谓万法为是就是指为是像 为是无尽也是指为是像是假的 为是像是假 为是的是 那个才是为是没有境界 都是为是所限的 然后进行是什么 行是为是的修行 为是修行要干嘛 转为是像为为是性 它不是我们众生都在为是像之中 那金刚经为什么讲一切有违法 孟幻不好 就是我们在为是之中了 在法相之中被他迷惑不知道了 他现在告诉我们 怎么会被迷惑的原因是怎么样 不能用远起信封 五印接封 他是用很清楚的 喜欢有哪些 信索有哪些 设法有哪些 不限信封有哪些 这样因缘合合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法相 这就是为是中讲 就这个了 好 因此我们刚刚讲了 进行 行就是为是的修行 为是修行就是把 转为是像为为是心 换句话说 为是中 它的介绍这个为是像的结果 还是要我们把为是像 把它这些有违法 把它转为为是性 不生灭法 原成实性 这是目的 就是哲学不一定有修行方法 佛学一定有修行方法 实践 用现代语言讲实践哲学 不是理论哲学 为是进是理论哲学 为是行是修正哲学 要修正 一般哲学没有 我只是一个哲学概念 只是一个知识论而已 对吧 我只是知识论而已 可是佛教不算 信解行正 我知道这个 我是知道虚妄的 我要转世成智 所以就是为是行 转世成智 转世成智 详细地说 转八世成智 这就是为是学要转的 上次我们也稍微讲过 对不对 讲过的 转八世又 把这八个世又可以四分 前五世 第六世 第七世 第八世 转八世成智 转世成智还要分前后 不是同时 先转六世 再转七世 再转八世 再转前五 有它的step by step 很清楚的 一世不苟 不能说我先转第八世 再转前五 有它的逻辑 按照它的逻辑 这后面再说 照常我们也讲过 转第六世为妙观察之 转什么事为什么事 对不对 好 我们是讲 以前讲过了 现在还要一次一次要加深这个概念 好 下面就看到 这边有 你看 万有有事相跟理性 事相就是法相 有能所变现 能变现的主体 所变现的客体 设法就是所变现 心王 心所就是能变现 这不是很清楚吗 看 它的逻辑很清楚 维师逻辑非常清楚 并不是中观逻辑不清楚 各有各的逻辑方法 然后主体心是什么 心王八个 心所五十一个 后面还要注意 后面在八世规矩宗 三十宗里面还要分 什么说 第八世跟哪些心相应 第六世跟哪些 第七世跟哪些 前五世有哪些 哇 还要分 有人听完了 算了算了 我不要学佛了 轮回吧 太复杂了 我的个性就是我就要搞清楚 当然各位讲 也不是考试班 各位听听 决定没有坏处了 记多少算多少了 好 那又是一个课题了 我们可能不会讲那么详细 只会点到为止了 好 下面说 刚刚讲了 进行果 果就等于说 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就是好像教育一样的嘛 你要转身成智 就要分为五个果位 一直到旧情位 从资粮位开始 那当然这里面 这不是百法明人论讲 这是八世规矩宗跟三十宗说的 资粮位是准备资粮 福德资粮 智慧资粮 然后家庭未落 他有他一套 我们现在点到为止 现在呢 下面大家就可以看 他这边就是排列 以百法的内容 现在再进来 在看什么呢 我们上次大概介绍 今天再进一步介绍 他可以四分注意 前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好 先讲前五吧 前五很简单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 叫五官嘛 眼耳鼻舌身 叫五官 对不对 西方哲学来讲 就是一种认识嘛 我怎么认识这个环境 就是凭着我们眼耳鼻舌身嘛 不过呢 他的分析不是我们讲的那么简单 比如说 拿我们一般讲 眼睛 爱 眼睛 叫眼根 眼根这边各位看 它是设法 我们用现代科学叫生理的 我眼睛会看 我的眼睛 也有近视远视 清光眼什么什么白内障 这个不管它了 反正眼睛是生理的 但是呢 这属于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属于物理的 生理的 色法是属于物理的 眼睛所看见的都叫色 不过注意到 这个色有三种解释 最广义的是 凡是外在 不管是眼睛看的耳朵听的 全部都叫色 我心想都叫色 这是最广义的色 第二个色就是眼睛看的叫色 最狭义是男女之色 同样讲色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刚刚讲说 十一色法 那个色法是广义的解释 此地所色的色镜 是眼睛所看的 不管它是红黄蓝白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 都叫做色 耳朵 耳朵 叫做身 鼻 香 蛇 胃 身 醋 它里面还讲冷暖色滑等等 各位应该看 这边就有眼视 眼跟眼视有什么差别 今天这个维世学要讲的详细 譬如说我们拿这个灯泡来讲 灯泡就是类似眼跟 可是光有灯泡就会亮吗 不会 它里面一定有巫师 对不对 维世学叫巫师叫静色跟 清静的静叫静色跟 根管就是眼睛 我们的眼睛叫什么 叫浮尘根 是粗似大 那么我们现在讲 静色跟类似于我们所谓的 视觉神经 听觉神经 触觉神经 叫静色跟看不见的 这是维世学讲的 我一直讲讲很详细 还有 你光有灯泡 有巫师灰亮吗 还有有电 对不对 电就是视 就是视喔 对不对 它必须有视存在 所以电灯会亮一定要有灯泡 有巫师要有电 你没有电 你有灯泡有什么用 有巫师有什么用 可是你如果只有电 没有巫师没有灯泡 它也没办法亮 这比喻这样 所以看 这是维世学讲的 你看 物理的 心理的 生理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 五世 眼耳鼻舌身 好 这是很粗浅的一个认识 现在呢 我们再看后面一下 这个 这边 这边有个表 第六世 第六世是什么 对喔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 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说 一个是五官 一个就是我们的脑袋 我们的心 我们会想 就这样子 一般大家说 五官加上一个思想 完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的认识 我们的认识就是这样子 用心理的东西 设想的东西 维世学不是喔 维世学是说 我们对于 对于外面的讯息 是借着五世 主要 外面的讯息 是借着五世 而来的 但是 还不是那么简单 怎么说呢 五世 他是 维世学讲 五世的认识是第一叉弩 叫做 这边有一个 这边 刚刚这边有个叫什么 叫做 自性分别 分别有两个 一个叫自性分别 一个叫随念分别 一个叫记作分别 我们平常讲 哎呀不要分别啦 请问什么分别 自性分别是直观的 自性 低刹挪 比如说我们拿手机 来 照相 手机对着外境 一按 啪擦 有一个闪光 那个时候叫做 闪光那个时候 是 我也是叫做自性分别 啪擦 然后你一看 在这里了 这个地方叫做 什么 后面这个 记作分别 有了 注意到 自性分别是跟原来的 比如说这个佛 我在啪擦一召的时候 这个叉弩是前五世 叫做自性分别 跟他直接touch 可是我一看 这个佛像 这个佛像 这个佛像是依他起的 依他 带子进 依的他 他不是他 可是因为他 而有他 这个时候叫做 寄度分别 寄度分别呢 过去了 我把它放在这边 过了若干年 我有什么造了一根佛像 那个叫随面 随面就是过去了 这是过去的 叫做随面分别 注意哦 这三种分别 知性分别叫前五世 随面分别跟基督分别叫第六世 注意哦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很微细的 那一刹挪几分之几秒 一刹挪 几分之几秒 所以说 第六世这边 各位看哦 第六世的 有五句意识 五句意识是 跟前五世同时作用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马祖 我在马祖当过兵啊 服役那一年啊 预冠仪 我们那个炮 往外 炮往外好像前五世 有一个炮兵啊 他在管这个炮 所以不是光是炮 炮点掩饰 掩饰后面有一个人 你没有人管 你这个炮只是炮在那里 你必须要有个人在管他 有个第六世在管 第六世后面还有个班长 那后面第七世 听班长 所以五同元一世 五同元一世 五同元一世就是说 前五世跟第六世同时圆 这叫什么 这是佛 哪一尊佛 我 如来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流离光 如来佛 还是什么佛 阿弥陀佛 代表什么意思 我要去想 阿弥陀佛 跟其他的佛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五不同元一世了 我从这尊佛像 我看这个名词 阿洛多罗三秒三不低 什么意思 我開始去 think over, thinking 的時候 就是五句意識以後的不同言意識跟著來了 我第一次插螺 我現在看這個 中文、英文、什麼文 然後這個文代表什麼意識 裡面有什麼意識 我就會起一些不同言意識 會產生 甚至後面的五後意識 這個佛像好像我上次在印度去觀光的時候 也看過同樣一尊佛 那就是五後意識 我以前曾經到印度這比喻 到印度去觀光 看到有一尊佛跟這個好像 這個就是第六意識了 不計意識 已經過去了 不是在跟前 我回去 think thinking 想 不斷地思考 怎麼樣怎麼樣 你看 這是為事所限 很複雜 同言意識是同時 right now 不同言意識就是just now 不是同時了 已經過去了 啪一照 感光 你看 這不同言意識了 這樣 各位看 很細膩喔 好 那麼 五世 眼耳及舌身 這五個世 都是往外攀遠的 沒有裡面 只有外面 對不對 當你一看 你就分別 譬如說 我這邊開車 或者我們走路 我們當然都是往直走 不會東張西望 除非你看到任何一個東西 引起你注意 你會看一下 這是什麼 我這樣看的時候 我的五具一世在看 我開車我已經往前 我不會東張西望 我就是往前面 前面一部車開開開開開 旁邊有車我知道 我知道 旁邊的車是五世 我注意前面一車 有沒有閃紅燈 有沒有幹什麼 有沒有煞車 有沒有幹什麼 左轉右轉幹什麼 我是用五具一世 眼視來看它 旁邊我是用余光看 這樣就 除非特別 我不會去亂看 這就是說 五具跟五具 耳朵也會聽 有感覺 這樣 所以說 五世是往外的 可是當你去往內的時候 往內的時候 去想的時候 那就是不具一世跟後面的 你突然到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好像來過 有這個印象 那我會把上次來過的印象來看 該怎麼開 該怎麼走 那就是不具一世了 我過去的印象 沒有印象的話 那我沒辦法 我就跟著導航走還是怎麼樣 如果我有印象 我會把我以前的概念 我以前的經驗拿來 那就是不具一世了 會跑出來 那個不是當下的 是在裡面的 用維世來講 是阿賴耶斯的種子會跑出來 我看過這個人沒有 來過這個地方沒有 讀過這本書沒有 讀過這本書沒有 如何如何 我都有在阿賴耶斯的種子會顯現出來 我認不認識這個人 我讀過這本書沒有 等等 都是不具一世會顯現 會在檔案裡面 欲盡逢源會跑出來 跑不出來的時候沒有這個印象 跑出來就是我有印象 你不是某某同學嗎 好久不見 那就是種子 種子在哪裡 種子在第八十 就是說我們的檔案出來的是 這個是繡索 這叫線形 那裡面還有很多檔案 那檔案是什麼 種子啊 種子藏在電腦裡面 藏在阿賴耶斯裡頭 現在沒有把它叫出來了 所以阿賴耶斯叫做常事 寒常的常 寒常一切種子 我們念佛益佛這也是什麼 都是阿賴耶斯裡頭啊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午後一世是什麼呢 我們曾經前五世經過的人世帝物這一生 我讀過的書 我見過的人 我到過的地方 我去過的環境 我在碰見的時候 我還有記憶力 我小時候也好什麼時候 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多久 或者昨天或者剛剛 我可以把它叫出來 我在午世中 我當時是午世就是午後一世 記憶力就是午後一世 就是午後一世 前五世不相干 我已經過去了嘛 十年前的我 炎耳別人生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 二十年前的我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可是二十年前 我認識的朋友 我現在還認識啊 在哪裡 在午後一世裡頭啊 種子啊 有印象啊 對不對 好 那麼還有獨特意思說 打坐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境界 這些想法 我從來沒想過 可是打坐的時候 砰跑出來了 有可能說這個打坐 比如說說 欸 坐 就像好像說以前我記得 心靈大師開那個玩笑 他說打坐的時候 突然那個賣動物想 欸 某個人欠我五塊錢沒還 記得了 本來忘掉了 打坐跑出來了 就是很多忘記的事情 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年前就跑出來了 那就是午後一世了 就是我們不管他而已了 還有的就是說 從來沒有的 那麼就是獨頭一世 那可能前世的 很多前世音源啊 對不對 人是蒂物 我們對於佛法 有信心可能就是 前世有波兒種子啊 今生有音源又碰到了 你才會有信心聽下去啊 你才會有信心聽下去啊 可能在家裡滑手機 上電腦 何必來這邊這麼辛苦幹嘛 那是獨頭一世 還有夢中一世 定中一世 狂暖一世 以前我記得曾經在南老 南淮景南老 他講白髮明言論 我那時候還年輕 他二十來歲 二十出頭 我跑去聽了 然後聽到旁邊兩個人對話 兩個師兄弟 兩個都年紀三四十歲了 我那時候還說 各位知道 有一個人說 你昨天是不是坐了一個藍色的計程車 那個時候計程車不是都是黃色的 那時候計程車是各種各種不同的 你昨天是不是在東山北路 哪個地方坐了一個藍色的計程車 他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我打坐的時候看見 炸線 我打坐的時候看見人家坐計程車 你是不是在那個時候如何如何 突然炸線 定如顯現出來的 當然顯現這個意思都不要理他了 賣差異了 都不要理他 其實這樣 講到這邊我順便講 殘坐是要整理我們的時序 因為我們的時序都是亂造造的 打坐就是來balance 你看到了你就視而不見了 我看見當沒看見一下 反正就是好像人來人往 你就不管他了 他還會一個balance平衡 讓我們的身心靈得到一個balance 殘坐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好剛剛談的是什麼呢 就是第六四跟前五四是有密切關係的 第六四它本身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跟前五四同時作用 就是補具一式 一種是跟前五四毫無關係的 我坐在這邊閉著眼睛 眼睛也沒看耳朵也沒聽 但是我在這邊也是會思考 就會有散亂意識 睡著了就有夢中意識 入定了有定動意識或者其他意識 這就是第六四 所以呢 所有的經驗思考判斷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跟第六意識有關 第六四印象是非常深的 如果只是經過好像人經過這邊 我沒有去管他是誰 我認識的人我沒注意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會曉得這是我認識的人 除非你第六四看到這個人 我好久不見那個時候是第六四 否則過去過去過去 所以前五四的特質它是自行分別 那麼第六四在五同源意識的時候有自行分別 其他就是隨念分別跟季度分別 在裡頭 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到這個地方我們就稍微的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介紹 我們介紹 前五四 跟第六四的 跟第六四的 這個 關係 從 從 三種分別來說 全五四 只有自行分別 沒有隨念分別跟季度分別 季度就是要思考 判斷 判斷 所以這邊有 伎量推落 掩飾是沒有伎量分別 可是五具意識開始 就要思考判斷 邏輯思考 判斷的對 判斷的錯 隨念分別是對過去的 這個過去就說 一秒鐘過去就是過去了 過去不一定說昨天的事情 去年的事情 隨念分別 就是說 前五四只有第一個 那麼 第六四三個都有 三個都有 那麼下面呢 我們就來看 前五四屬現在 就是說 前五四它的作用 都是當下的 當下的 right now 當下的 自性分別 是屬於直觀的 直覺的 但是 就是 作用前 指援外境 指援外境 指援外盼 等到要往內去思考判斷的時候 那就不是前五四的 還有一個叫 非橫 非省 這個是 唯視學用的 非橫 就是說 它不是 所有的時候都在作用 它常常會間轉 眼睛有時候不會看 耳朵有時候也不聽 眼睛閉起來 眼耳鼻視的聲都不作用 這五個是不是 隨時都是五個 有時一個 有時兩個 有時三個 有時四個 有時五個 不一定 有時五個都不作用 所以叫非橫 不是很常作用 非省就是 光是經過前五四 一個車子啪跑過去了 我只曉得車子過去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是 張三里是王五照六啊 我要看張三里是王五照六的時候 我認分這個人 那就是第六四了 叫五局一四 你說剛剛我沒注意 我只是聽過這樣而已 沒注意 沒注意就是耳視作用 耳句意思沒作用 所以我們小學時候 常常老師會說 耳朵要帶來 什麼叫耳朵帶來 就是耳朵要聽到 耳朵當然帶來了 所以老師我忘記了 功課沒做 你上次耳朵帶來沒有 那就是 前五四作用 第六四 老師雖然說大家都聽 有的人有注意 有的人耳朵雖然聽 知道在講 可是沒有注意 要講別的事情了 就這樣 好 這是前五四的這些特質 科學不會分這個 只有唯視學分 第六意思有二 就分剛剛所講到的 五句就是包含現在為季度分別 包含思考判斷 作用深 我有印象 意指援外境 審而非橫 第六意思是審 審是說因為經過第六意識 所以他說這邊有一百個人 那我每個人都看到 也是等於沒有看到 突然有人說 這個人我給你介紹 那我對這個人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我有第六意思在注意 其他是前五四 對不對 當然印象就不深刻 沒有印象 所以叫審而非橫 第六意思有的時候是不作用的 後面你看 五後意識是屬於意念回想 屬於五層落屑種子 就是過去的事情 我當時是用眼耳鼻的聲 那印象呢 我還留在這裡面 我過去做過的事情 讀過的書 交過的朋友 去過的地方 那都是五後意識 這樣 後面有獨頭意識 獨頭意識就是說 不跟前五四作用 它單獨作用的 比如說獨善意識 跟五級意識無關 完全是第六意思 比如說我是一個藝術創造家 我會創造很多想法 以前我沒有做 我只是憑我的第六感 我的感覺 獨善意識 對不對 創意的東西 夢中意識 做夢的時候 的夢境 定中意識是禪定中的境界 這邊有內守悠閒 這是倫延經裡面 眾滅一切見聞覺知 內守悠閒 尤為法成分別隱世 倫延經裡面有這麼一句話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後面會談到有一個 就是不相應刑法 有一種叫做 無想定 這是一種外道的修 為方法 什麼叫做無想定呢 印度有很多外道 我們知道 印度他們的文化是出世的思想 跟我們傳統 珠子百下都是入世 解決現實的問題 他們是要解釋出世的問題 離開現實 所以他們對於現實不重視 他們不注重歷史 這就是我們現在考證 有關佛教在印度的當時 很多的經典都不存在 那是因為他們不注重歷史 好 那麼他們因為初衷 即使就有剛剛所講到的 要修習 因為印度他們都是大概有三種 包括現在瑜伽都有的 其實一種就是念咒 一種就是禮拜 一種就是meditation 就是靜坐 這大概有三種 他們認為他們的祖先是從梵天來 所以他們的文字叫梵文 梵就是出產 梵就是清淨 離開玉界而得到一種清淨的境界 叫做大飯天 梵捕天 梵仲天 就是出離了玉界 還有就是忘了 就是以這個來 那麼有一種的外道認為說 我們人所以會有業的觀念 所以會有輪迴 所以會有苦惱 就是腦袋會響 那怎麼辦 就把它stop close 把它關閉起來 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想 那個叫 修的叫無想丁 就是把第六意識 用這邊來講 就是把第六意識把它 turn off 把它關掉 什麼都不想 它認為這樣就沒有煩惱 就能夠正如涅槃 這是一種外道思想 不是佛教 佛教叫止觀 只是不妄想 觀還是清清楚楚 像鏡子一樣 鏡子是什麼都沒有 可是照得清清楚楚 或者叫定徽 不是什麼都不想 不去妄想 不亂想 極定之慧 極慧之定 可是它認為是要什麼都不想 所以這就是 滅一切見聞覺知 就是五事都不想 第六意識也不想 內守悠閒 就變成一種叫無想丁 這個無想丁修成以後 會生第四禪天 叫做無想丁 他的壽命有 多少 五百大絕 五百大絕 過了以後 仍然輪迴 就是說 你沒有出三界 沒有破我之 永遠都在輪迴之中 所以在印度當時 印度佛教史裡面特別有一種叫做輪迴主體 就佛說無我 誰在輪迴呢 一直有輪迴主體觀 輪迴主體 輪迴主體就是有一個靈魂體 在輪迴 就是 誰在輪迴 就是有什麼 有分是細意識 那我們這邊就是阿賴也是輪迴主體 你如果破了我之出了三界 慢慢慢慢轉世成治 要有空性的概念 破我 沒有我誰輪迴呢 這個基本邏輯在置立 所以這邊談到 定中定有很多種 有外道定 有凡夫定 有小臣定 有大臣定 有出世上上定 禪中的是出世上上定 所以高等凡夫都有修定功 包括御界定 比如說四王陶利 夜某天 我們一般升天是要十善 可是夜某天以上的天人 一定要修十善之外 還要修定 所以定功越高 他的四王陶利 夜某斗帥 他畫自在天 一個比一個高 看你禪禁功夫的高 跟你修十善的存不存 而決定 完全靠 靠的就是禪禁功夫 所以呢在 勇家政道歌裡面 有提到一點 黄向不思 顺向不思 深天福 以向不思 茂如仰見 色虛空 視力盡 見還多 修得來生不如意 着相的布施 升天福 会升天 犹如仰剑 射虚空 虚空 你可以射到虚空吗 不管你多大的力量射得再高 总有一天妄加掉 对不对 所以视力镜这个力量不够了 剑就要剁下来 剑还剁 修得来生不如意 怎么说 为什么修得来生不如意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现在各位看有钱人 或者是哪些居高位的人 容易造业 我们想造业 不过是我个人 可是我居高位 你的起心动念 在福报之中 就想福报 就开始造业 对不对 越是地位高 越是有钱 越容易造业 大部分的人就是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忧患中我会奋斗 安乐中我就享乐了 但是一般人情就是这样 所以说 实力性就很多 修得来生不如意 这就是融会开始了 所以为什么达摩祖师跟梁武帝对话 我见识多少 造妙多少 有没有功德 那就是修的都是有漏福报 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 为什么 我修的是福德 福德享受就会造业 我们不敢说每个人 大部分的人 为什么梦子要讲这句话 大部分的人都是享乐之中就造业 死于安乐 所以说我们才讲烦恼基布提 叫无常观 无常观就是我知道这是苦 我才有出离心 我觉得不苦 你会想出离吗 不会啊 所以我们上次讲 在北居如洲的时候他不想出来 因为他每天在享受 不觉得苦 不觉得苦 那学什么佛 哪有无常观 哪有出离观 没有啦 自然会这样 好 所以 这个我们刚刚谈到 这些就是 我们谈到佛法讲空性 所以意思就是说 要三轮体空 而梁武帝的那个思考 还在一般佛教徒的那种 修善修福德如何如何 那个观念 他没有空性的观念 没有缘起信工的观念 是有漏的佛报而已 好 刚刚谈到这边是 定东意识里面 修定功当然是 我们刚刚谈到一点 五戒十善后面就是仁天成 仁天成后面到了 陡帅天以上了 一定要修禅定功夫 禅定功夫越高 他的禅定越高 但是你那些都是 有漏禅定 从禅员诸前 基督戏来讲 都属于凡夫外道禅 我们天台里面 讲到小子官六庙门 小子官就是 做禅止官 修行法要 又叫做同蒙子官 最高就是磨合子官 也是从凡夫外道禅开始 修到磨合子官 从有漏修到无漏 这是过程 都是有这个过程的 好 刚刚谈到定 定这里面有很多学问了 我们的天台讲到 教观双美 观就是修止观了 我们现在讲的是教 以后还谈到所谓的观 是什么回事 好 下面 刚刚谈到 独头意识有这些 下面各位再看 前五识与第六识之别 刚刚讲到前五识 现在讲第六识 第六识它是属于 这边我是用了现代的语言 前五识是属于生理的 第六识属于心理的 生理是直觉 我觉得冷是直觉的 还有心理的 更深一层的 识变判断 就是极多分别 还有三识 前五识只管现在 第六识管过去 管现在管未来 下面 前五识是印象前 第六识印象深 我比如说我看这个东西 少一下 有东西 可是讲些什么我不知道 我一定要仔细看什么什么 那就是第六识了 第六识 其他内外两语 就是望外攀源 就是五居于世 望内就是不居于世了 还有审而非恒 就是第六识的印象比较清楚 审就是很清楚 恒 非恒就是他会间断 披露 这边有讲到 五无欣慰 五个情况 第六识是不作用的 是会间断的 熟悉 刚刚不是说有梦中意思吗 可是我们晚上有时候也没有 做梦是没错 做很多的梦 可是有时没有梦啊 那没有梦的时候 第六识不存在 请问人还活着啊 什么存在 第七识 第七识还是作用 闷觉 就是没有自觉了 就是没有自觉了 因为某些状况之下 这个人暂时昏厥了 但没死 闷觉 第二个状况 第三 无想定 刚刚讲了 无想定是第六识不作用了 第六识不作用 可是还在最多他能够生在无想报 无想定是因 我修无想定 我修成了 注意啊 我要修成 不修成补还不算数啊 我修成了 我就生无想天 叫无想报 我毕业了 我毕业了 就毕业了 无想报 没有出三界 还有一个叫灭尽定 这五个状况之下 第六识是不作用 不作用谁在作用 第七识 简单说起来 没有破 我执 没有正道 我空 我还在六道中 没有出去 是这样的 那这里面很多是外道修的 只有一个例外 灭尽定 是可以出三界 这是唯一的例外 其他都不行 这都根据维斯论所讲的 就是说 因为有五 因为第六识不作用 不作用 还有一个潜意识 就是第七识 第七识 还在 第七识哪个 就是后面这个 莫那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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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过来 就叫 意根 就是第六意识的根 也可以说 前六识 好像这个树 长在外面 我们后面就有 这个表 这个树 有树干 有枝叶 枝叶好像前五识 树干是第六意识 树还有根 树根是第七识 我没看到 但是在里面 就是第七识 树根扎在哪里 扎在土里面 土大地是什么 是第八识 这是比喻 第八识是土壤 第七识是根 轮回的根 有了这个五识 有了这个第七识 就有轮回 就有我执 除非正入我空 除非正入我空 所以刚刚 讲到这里 莫那识 它的里面 它有一个翻译叫做 什么叫做 意根叫做 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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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斯良 那个斯良 这是为斯的名词 注意哦 这是为斯的名词 叫做斯良 是 什么叫做斯良 这个斯良 不是第六意识的斯良 我们刚刚讲的 think over thinking 是斯良 可是不是 这里面的斯良 是为斯讲的是 很深思良 第八识 是为我 那个就叫意根 那个就叫做我执 那个就叫斯良 是 而这个斯良是完全是在 用现在心理学的语言 就是一个潜意识 我完全觉察不到的 我们能觉察到的是前五识 我们能觉察到的是第六识 第七识就是觉察不到 好像说 地形引力我觉察到吗 我不感觉 我就好像被一个东西在拉着 我不感觉 对不对 那牛顿不这样讲 我怎么知道 我们没有学物理学 我们怎么知道有个地形引力呢 那是书上告诉我的 同样我们怎么知道有我知呢 书本上告诉我 佛经上告诉我 这个为斯学告诉我 我们有时候我知啊 那是一种业力啊 第六识的 第七识的 一种隐形的业力 我不觉察的 你觉察到的时候 已经快转生成智 到某些功夫了 这样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着太空人 飞在空中 对不对 为什么 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业嘛 没有这个引力嘛 那就连修行人到某些地方 他可能会知道 我们平常人觉察不到 好 所以 莫那是 就是 潜意识 注意到 我们用心理学来解释 有的时候不很准的 其实潜意识 第六识就是潜意识 有很多经过的事情 我已经没有概念了 比如说 你认识我吗 我说好像认识 不是很 我在哪里什么样看过你 你还说过什么 哦哦对对对 那我会想起来是因为 我的潜意识被提起来了 第六识就是潜意识 可是 第七识 第八识完全是潜意识 我们完全 现在 目前为止 没有办法觉察到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用笔量 啊 来 推理 所以我也是有 限 笔量 限量 笔量 笔量 我们是用笔量 用推理的方式 来了解 那 因此 第七识 他所执着的第八识 第八识就是阿赖也识 他有 哦 这边看哦 根深七界种子 第八识包含哪些呢 就是阿赖也识 所以我们现在要谈 刚刚谈度是 五识是最外面的 六识是进来 七识在里头 第八识更 是被第七识执着 是完全是在一种 我们是在一种潜意识状况之下 完全不觉察状况之下 的 哦 那是 就是刚刚讲的 包括我们的根深 我们的身体 跟第八识有关系 气界 这个三合大地 跟第八识有关系 还有种子 所以我以前举例就是电脑嘛 电脑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资料嘛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种子 从维师来讲 就是它是一个不可知的一个状况 是一个不可知的状况 那么 下面呢 我们就要稍微再讲 这个阿赖耶又叫一熟士 另外一个名字 为什么叫阿赖耶 因为它有三个 三个常 阿赖耶不是叫常吗 它有三常 不是三常 同样的名字 一个叫做能常 第二叫做所常 第三个叫做直常 执着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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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常是什么 就是阿赖耶是能常一切种子 阿赖耶是就像电脑 他能常一切的资料 阿赖耶是 比如说气界 你看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气界 就像我们现在绣出来的 这是种子现形 这是种子 我们现在把它摆出来 就现形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三合大地 是我们阿赖耶是种子 现形出来的 是一到我们一报神 所谓正报转 我们是人 我们人所显现的三合大地 大家共业所感 不是同样一个 不是同样一个 是大家感受很类似的 就是你看你的 我看我的 但是好像活在一个三合大地 那是属于共业所感 所以我们后面有提到 依水事件 以前也提过了 我们人见到水 可是鱼看水就像它的家 我们人不能在水里生活 鱼也不能在空气中生活 对不对 可是鱼在水里面 就跟我们在空气中一样 那是它的阿赖耶是 然后恶鬼到看这个水 他看的是龙穴 这叫为世啊 天人天眼所见 水流离 什么叫为世所现 这就叫为世所现 所以我们这边就举了 木连救母 母舵恶鬼道 木连失之入其母口 则为火 夜丽使然 为世所现也 比喻这个例子 就是为世所现 这样 这是 另外一个这边也有举例 为世三十中讲话 说 就是依 有情各自便作的弃世界 还以自己所变为自己受用 且在同一空间 各变各的互相摄入 互相杂住 而不相爱 依有情自身所变 不同的知识相分 好像一个试点千盏灯 都能骗照诠释 光光相识 互相摄入 而不相障碍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虽然我们从常识 一般的讲法说 我们活在同样一个地球 我们活在同样一个山河大地 这是一般的说法 可是从维世学来说 不是 这边有十盏灯 每一盏灯都可以遍满教室 每一盏灯互不相爱 今天我们阿赖耶士就是说 我们共同创造 共业手感创造一个 类似的山河大地 可是你活你的 我活我的 大家不一样 可是看起来好像是同样的空间 在维世学来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假如说我们在座一个人已经念了一心不乱 他就看到 他看见的就是极乐世界 我们看见的还是会土啊 他是净土啊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不会告诉我 他告诉我我也不相信啊 可是他知道 他看得清楚楚 比喻 这是比喻 他的经验我们不知道 尾世所现的 是这样 所以 这就是我们谈到一切无心照 这样 或者还有的就是 我们以前有提的说 地上菩萨说 第一不空 世不成佛啊 可是地上现在还没空 为什么地上菩萨成佛了呢 这不是地上菩萨 这个这个 妄语呢 No 如果用维世学来说 他说第一不空 世不成佛 他所见到的众生 他的阿赖伊斯所现的众生都成佛了 他为心所现 为世所现的那些众生 我们所看的众生 有菩萨所见的众生 跟众生所见的众生 每个人见的众生不一样 你今天变菩萨 你所见的众生 你发同样的愿 你成佛了 那些众生都成佛了 可是众生所见的众生 还是 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维世学在讲 共中有不共 共中有不共 好像是共中共 那么维世学生讲说 所以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个 有共中共 你看 三合大体 共中共的意思 不是大家共同 同样一个三合大体 这边讲了 如众灯云各个片师 好像是一个其实 你圆你的我圆我的 然后还有共中不共 这边讲 我的住宅 我穿的衣服 大家都能看见我的住宅 我也可以看见你的衣服 你也看见我的衣服 我可以看见你的住宅 你也可以看见我的住宅 可是你的住宅你想用 我不能想用 我没有所有权 我的住宅我想用 你也不能想用 我的衣服我穿 你的衣服你穿 这叫共中不共 还有不共中不共 不共中共 不共中共 就是说 我的眼睛我用 你的眼睛你用 我不能用你眼睛 你也不能用我眼睛 可是你可以看见我的眼睛 我也可以看见你的眼睛 这叫共中 不共中共 你看他讲得很细 不共中不共是如眼 叫近色根 我的眼睛的世界神经是我用 你不能用 你的世界神经你用 我也不能用 这是不共中不共 你也看不见我的 我也看不见你的 对不对 总共说起来就是 一个是气界 一个是根深 气界是一报 根深是我们 一种叫做疏所缘缘 一种叫亲所缘缘 亲相分 苏相分 什么叫做苏相分 三合大地叫苏相分 比较远的 好像远亲一样的 我们亲戚有很亲 亲戚的 还有远亲 同中的 就是三合大地是苏相分 那我的身体是亲相分 跟我在一起的 叫亲相分 这样 好 刚刚解释 各位可以看出来 这个维斯学就是很精密 在这个地方 刚刚讲的是 讲到种子根深气界 对不对 要介绍种子根深气界 共跟不共的关系了 另外就是谈到一首诗 刚刚讲到阿赖也有三个常 对不对 能常 所常 能常一切种子 所常是所常的种子 能现行 还有一个叫做直 就是第七诗 为什么叫做阿赖也诗 因为他是被第七诗 有第七诗这个我执的执着在里头 所以叫直常 如果没有第七诗 他就不叫阿赖也了 他就不叫这个名字了 他就叫什么 叫做一首诗 他不叫阿赖也诗了 我们平常有阿赖也 因为我还有我诗 如果没有我诗了 就不叫阿赖也 就我长大了 我就不能叫小孩了 你不能再叫小孩了 他叫一首诗 不过他同时 阿赖也诗诗也有 一首诗也在 所以这边有 一类而熟 一诗而熟 一变异而熟 这个熟就是因果关系了 什么叫做一熟呢 我们开始学佛 对不对 就是 一时而熟 不是有一句话吗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像是什么 不是不报 死后未到 就是一时而熟 你看这个人想 哇 想荣华富贵一辈子 他造很多业 不是不报 死后未到 我以前种很多善 怎么这么衰呢 不是不报 死后未到 因缘嘛 就是一时而熟 那么 一类而熟 是什么 作为 因有善恶 果为无忌 比如说 我们的根深 我们的body 是属于一类而熟 为什么我们会得到 人这个body 这个身体呢 不是生命的身体 是身体的身体 是因为我们过去 共同造了一个五界 或者是实善 中品实善 的因 因有善恶 我们造了这个善因 今世感得人生的果报 身体是无忌的 没有什么好坏 可是人生 是过去五界的因 感受 天生也是一样 这个身体这个果报 果为无忌 这叫做 一类而熟 还有一个叫便意而熟 便意就是 比如说 小时候 我五岁的时候 十岁的时候 二十岁三十岁 都不一样 便意都在变 比如说 我们现在七十岁 八十岁 又不一样了 九十岁又不一样了 如果能活到九十一百 不一样 便意 那还有就是转业 转业了 如果我们造业 造的好业 可能 对吧 都是在还有便意之中 好 所以一手果就是到了他们处理我 断了我之以后 那么这些的菩萨 他还有一手果在 他还没有成佛 他造的那些过去的业 还会享受他过去业的业因所享受的果 他即使没有我了 没有我之了 他还是有一个主体的那种叫义生生 还在 那叫义 义手果 这样 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巴士的关系 然后这些 我们这边要稍微再提过 你上次有一位大德 这边提出来了 我不知道那个大德有没有来了 这边 他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更深入的一个问题 就是维世学谈到了四分 叫什么 见分、相分、自正分、政治正分 这叫做四分 比如说 我们刚刚用手机 手机是能够拍照 比如今天我们来拍照 轮照的叫见分 然后手机一按啪 一个影像 我一看 有一个像 就是我们刚刚拍照 那叫像分 就是说 见分、了别像分 影现在手机里面 同样今天我来到一个地方 我来到一个山 那我能见的前五世 眼睛有见分 说看见这个山 然后 这就是五世 然后我留在里面又有五句一识 有个见分 那我来过这个山 我以后有印象 这个山叫什么山 石头山 我去过 我就有一个见分 我一想到那个石头山 跑出来了 那阿赖耶士 里面那个种子 跑出来了 从第六世显现出来 我有一个 因为我当时有个见 现在就有一个像 我就显现出 我一想到它 我就好像召喚机一样 我那个影像就出来 那个像分就出来了 见分使得像分显现出来 所以前五世有见分有像分 第六世有见分有像分 第七世有见分有像分 第七世能值 所执着的第八世就是像分 第八世 我们第八世能够显现山和大地 比如说这边就是见分 比如说这个第八世 在第八世 它显现这是六世 显现出来了 能出显现的 就是所显现的 所显现就是这张照片 能显现就是见分 第八世 比如说这里面是第八世 我这边也有一个 人好像第八世在这里 藏在里头 各位看不到 啪 跑出来 好像 我突然想起一个影像 它跑出来 哪里显现出来 第六世 因为第六世我们可以显现出来 所以 八世之间 这边你看了 山和大地 是 第八世见分显现出来的像分 一定有个能有个所 有能一定有所 有所一定有能 这两个的关系 我去拿这个 这个是眼界是所拿 我是能拿 能所 我能见所见 能显所显 那么第八世谁在看我啊 你我他都是一个我 我看 你看他看不一样啊 我的电脑有 你的电脑不一定有 除非我输给你 接下来我们就是说 我现在第八世 各位都是有个第八世显现出来啊 然后有个东西出来 所以第八世显出山和大地 然后再用前五世 第六世再显一个能见的像分 所见的能见的见分显现出一个像分 这个就是勾索连环的关系啊 一波财动万波谁啊 很复杂的 能锁 你说这些的所有 所以这边你看 所有的影像 我们所有显现 为什么会显现出来 第一个是第八世嘛 气界嘛 那这个气界是我们这一期生灭中 一期生灭中 从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之中 这一期生灭中 我们所显现的三号大地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用前五世第六世来攀缘它 然后又产生种子又种进去 熏息种子 这样 但是第八世 我的第八世 你的第八世 他的第八世 那就是谁 我的 这个有一个我值 第七世 执着第八世 我的 种子 我的电脑 你的电脑 他的电脑 他的不同的人电脑 可能显现同样的资料 但是不完全一样 可以显现出类似的资料 这就是这边这个所显现的 八世 有八一定有七 不是 应该说有阿赖约一定有第七世 那这样子 好 有了第七 然后呢 我用前面六世 再来如何如何 这就是很复杂的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维持学里面谈到一个很基本的逻辑 有能就有所 我现在讲话 我的讲是用口讲 用思想 有能 有一个能思考 能讲的东西 讲出来 讲出来的声音就是相分 各位用耳根 从相分 我接收进去 能见的见分的耳根 去了别 你说的话 我才收进去 我才think over 在想 就是用五句意思回到这边 然后又读头意思在思考判断 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一个逻辑思维 但是这样 如果说听不懂干什么 那就放在冰箱里吧 以后有一天会用到 那这边我要谈就是说 维持学说 见分了别相分一定还有个至正分 至到见分了相分 所以才有一个至正分 那既然见分能了相有个至正分 那么至正分连见分 后面还有一个叫政治正分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那现在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话 用一个这个 偶尼大师举了个例子 他说以前是镜子是铜的镜子 他说镜子你看 镜子有一个能 镜子有一个能造的东西 叫做见分 镜子的光是能造叫见分 镜子照一个东西照一个花 然后在镜子里显现 那个是第八次的 我照它 我显现在镜子上有一个像分 对不对 那就见像两分了 然后镜子是铜 镜子本身就是至正分 能见所见 在镜面上显现出一个镜子出来 至正分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镜子是什么做的 铜做的 或者是现在的这种玻璃 用这种水银做的 那叫镜子镜分 这叫四分 他用这个比喻很简单 这样 那现在我们再用一个像 比如说 我用另外一个比喻说 有波 波可以现现树影 波 它有光 光就是见分 树影就是像分 但是树影是扭曲的 对不对 这就是有个面 有个面 面就是至正分 政治正分是什么 就是水 就是能见所见 有个体 体有它的值 你要说那就是为是性 现在呢 我从这个例子来举个例子 因为我以前研究维师学 我就到 我修净土宗 我相信净土宗 我以前认为 净土宗是安慰阿公阿嬷的 安慰阿公阿嬷 你也可以 地藏经是恐吓黑道 就是坏人的 你不要做坏事 可是我研究维师学 以后觉得 不是 它这里面有道理 比如说我们说 阿弥陀佛 有一个能念的心 然后念出一个所念的佛 就是像分 但是我的心是 阿念阿念 就 一直动 就是一种妄动 对不对 我一直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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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这样 乱七八糟的慢慢慢慢慢慢平静 变成全波集水 全部的波就是一个水哦 奔不出 渐向两份 全部 这波很多 然后这个波只剩 全波集水 全水波就是一心不乱了 我能够乱心变成一个心了 能所一如了 分不出能 分不出所 分不出那个 就是 所有的妄念变成一个念头 能所 这个能所变成一个了 合在一起了 那就是 即心即佛 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 我是借着念佛 好像持咒一样修法 我就把这些万万千万的万念 变成一个念头 一心了 没有 我们的心就是乱七八糟的了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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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只有一个波就是水 剑下两份 没有了 只剩下 心就是佛 能念的心也没有所见的佛 那就是偶一大日子脚了 能念的心清楚所念的佛 了无可得 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全波及水 全妄及真 全世及理 这个偶一大师写的时候 我就突然好像开悟了 有道理 从四份的观念 能所干什么 这个偶一大师解释这些 大概就是他用罗来当思想 慢慢解释这个 这个念佛法门 见分相分 阿弥陀佛就是一个相分 所以有能念所念 到后来叫能所意乎 分不出能念 但是 是雅无可得 但是清清楚楚的 就这样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了 好 这是说我们刚刚用了一个唯师学 一个很复杂的 怎么样把这些复杂的东西刚刚建相分 知证分 政治证分 然后 跟这个念佛的关系 这个关系 好像有一个他佛 到最后就是没有他跟智 智他不二 好 那我们到这个地方 稍微的休息一下 好 我们现在继续 刚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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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四分 这边有个表在解释 是 相分是 所认识的对象 是所缘 欲如 尽相 见分 能认识的主体 叫能缘 欲尽光 这是外 是 是的相 下面 智证分 是 见相 两分 所依之体 如 静面 静子的面 正智证分 是 智证分 之用 如 水银 水银 就是 静子的 内涵 就是 内 是 性 好 这是所谓的 四分 就是 刚刚解释 注意到 相分 就是设法 设法都是相分 心法没有相分 心法是有见分 见分了别相分 心法跟心法也可以 见分了别相分 那个见分的后面的就是自证分 这样 这样 那么 然后 我们再谈一个 唯诗学的第八诗 是 唯诗的精华所在 所以唯诗学我们到最后一定要谈到第八诗 那么 唯诗学呢 刚刚讲的 根深 气界 都跟第八诗有关系 对吧 一个是疏所缘缘 一个是亲所缘缘 还有一个是种子 注意到 现在我们所看见这个山河大地 是种子的现形 是第八诗种子的现形 所以种子骗法界 种子交骗法界 种子多大多小没有一定形象 好像我梦中我梦见境界 没有一定形象 所以 有人说种子交骗法界为什么 就是这样 就是种子是寒色在里头的 隐藏的 叫种子 显现出来的 就叫现形 现在秀出来就现形 里面的 还有很多 那种 就跟我们的 阿赖耶士里面 种子很多 我们无死截来种子 全部都在阿赖耶士里面 我们这一生碰到很多事情 都是种子 现形 前世的因缘 果报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 刚刚谈到了 根生气界种子 那么种子呢 它就有一种叫做 熏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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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的 哎呀佛法 多熏习吧 一次生 二次手 慢慢熏 为什么我会常常很多把 以前讲过了 我再讲 那就是种性熏习 这是我的阴谋 让大家熏习 但是我在熏习的时候 我又加油添书 再加一点 加一点 慢慢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所以你那个概念 印象就清楚了 对不对 很多东西就是我讲这个事情 有时候为什么讲这个 又会讲到这些这些 就是物以物类聚 不要说 种子乱七八糟的 就把这个种子好像 按部就班 把它整理一个系统 有个逻辑在这边 在我们脑袋里面 不会 不会乱 它会 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结构 有一个 有个系统在里头 而且慢慢累积 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个种子就说 八个式都有种子 色法有种子 心法有种子 那心法跟色法种子 是有相关的 心法只有见分 相分不设分 色法种子都是相分 这样子 好 那么种子呢 还有一种叫做 熏习的作用 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 熏习 什么叫做熏习呢 这边有谈到 种子有六亿 种子有六亿 比如说 我们手机里面有的东西 那就是种子 你把它叫出来了 我跟你有奈何 那就是里面的种子 没有我们两个加奈 那就是把种子联合起来 这样 那么种子六亿 维世中 诸法种子生起 具备六个条件 叫做种子六亿 六个特色 第一个叫做 插罗灭 一个叫做 恒水转 解释秘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阿托 那 士 主要 第八士有几个名称 一个叫阿赖耶 一个叫做 一首士 或者叫皮破家士 一个叫做阿托 那士 都叫第八士 不同的名称 阿托 托 佛 佛陀教育会那个托 那 阿赖 那个 那 哥的那 《学生命经》 这维世学的本经 有一句话说 阿托 那士 圣 生 戏 一 切 种子 如 瀑流 或者叫如暴流 瀑布 暴布 我 于 凡 于 不开眼 恐 彼 分 别 直 为 我 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 那在 俱舍 论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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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威尸论里面 常常引导 阿托 那士就是阿赖耶士 很深很细 一切种子像 瀑布一样 像豹布一样 瀑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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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刻都不停 我于凡于不开眼 我这是佛陀 我对一般人 凡于人 凡夫于人 不跟他说 恐比分别作为我 恐怕自说 这就是我 这是我 不对 我一般人我不讲 这就是 讲到种子 阿托那是圣神系 一切种子 卢瀑布流 我一翻也不开眼 分别分别 所以我 它就是什么 岔罗神变 还有一个横水一转 好像 这个水一直流 你看 从上流一直流 流到中流 一直流到下流 我们的阿赖耶士 就像这个水一直流 这叫做横水转 你看 种子如水流斑 刹挪生灭 同时也是横藏随身者 降性不断 刹挪灭是什么呢 诸种子 随身随灭 李白不是有一首诗吗 抽刀断水 水更流 举杯交愁 愁更愁 这水一直在流 就是刹挪生灭 一刀砍下去拿起来 又牵水 飞后水又不对了 一个是刹挪在生灭 一变又要横水转 种子 一个是横藏随顺流转 像水流一样 它同时也是刹挪在生灭的 我们凡不都是有 春佛当然就没有了 这是第一个 两个了 横水转跟刹挪灭 两个放在一起 然后 看什么 性决定 性决定 种子中 善恶无忌三性 种瓜得瓜 种斗得斗 其因果必相应 性决定是什么 就是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种善因 得善果 种恶因 得恶果 种无极因 得无极果 这叫性决定 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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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肉 无肉 我们的种子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在禅坐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坏的全部都有 你不知道哪里来的 不请是来 那都是种子 禅定只是说有这些东西我去念佛 我不管你好的坏的 我都不管你 因为太复杂 对吧 我就是一个符号取代 就刚刚我们讲了 种现实 所以这是 所谓性决定 然后有个带众缘 种子必带日光空气水土肥料 必甲众缘而得成就 如掩饰的种子 须借得空明根静等众缘方得显现 这个呢就是谈到 八四 有所谓的眼四九元生 耳四围从八 鼻舌身三七 后三五三四 这是我一直讲 就是眼睛要看一个东西 它必须要九个条件 在 在那边 才能 显现出来 这个我们暂时 先去不要去太复杂 我们就是 比如说 它必须要有亮光 耳朵黑暗中可以听 眼睛黑暗中看不见 你看 第二 你看 眼是须得空 眼是太远我看不见 太近看不见 一定的空间我再看得见 对它要空间 耳朵不需要空间 耳朵的耳朵 你看 它不需要明 不需要光 天 可是需要空间 有的是 舌身 我要碰到才能感觉 我不碰到为什么感觉呢 舌头也是长道 我碰到 我不能看到它黑红色的 我怎么知道它什么味道 我叫长才知道 我碰到 那是空 根 眼根 要具足 耳根有问题 眼根有问题 我听不到 耳根有问题 我这个已经 比如说 我现在已经老了 这个中听 我听不到 对吧 我的老方眼看不到 根 眼睛 还有对象 九个条件 就是 眼睛九个条件 耳朵 耳式微虫八 八个条件 没有明 好 这叫戴宗元 第三个叫影智果 知识 影智果用 非色心交互为 如眼是 种子 作用是 必是眼根 眼是种子 为应对 好像说 注意哦 眼 耳 鼻 舌 身 前面 所碰见的这些 像这里 我的眼睛 眼是 眼是 眼跟 射镜 注意哦 眼是有眼是种子 眼跟有眼跟种子 射镜有射镜的种子 耳是有耳是 耳根有耳根种子 比如说 我这幅画十年前看过 然后我看过的时候 我十年前 当时我看这幅画的 眼是眼跟射镜 当时的种子 我留下来 已经 那么久了 留在哪里 留在耳朵里面 我现在眼是眼跟射镜 我撇线出来 我就记得 我十年前看过 眼是不会跟耳根 跟别的 相合 眼是一定是眼跟射镜 耳是一定是耳根生镜 鼻是一定是鼻根生镜 不会说鼻是变成眼跟射镜 不会 不会乱 一定清清楚楚 这是维士学 这叫做影制果 我 各位听到的 从来没听过 但是我这边要提一个 那个 如来藏思想 龙岩金就不是了 龙岩金就不是这样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台大的校长李世成教授 他以前是因为 陈女院长 请他做了一个研究 一个气功等的研究 他就用一个什么呢 他就用一些气功 用训练儿童试制 用手 不用眼睛看 这什么事 我们要看一定用眼睛啊 怎么可能用手看 不可能 不合逻辑啊 维士学是这样的 我们在凡夫境界是清清楚楚的 可是圣者不然 圣者可以 耳根圆通 可以六根互用 小孩可以 为什么 小孩他那种 还没有后天的 脏壁他 他可以训练 不是每个小孩了 有的可以训练 用手试制 这李世成教授 甚至于还有啊 你写个佛字 写个别的字 佛字就有一种能量在里面 别的字就没有 这个东西就是 当然小孩并不是六根互用 就是说 唯士用的这一套逻辑 碰到另外一个状况之下 他可能 会把这一套逻辑 就是说 用如来藏来看 他可以六根互用 唯士在我们凡夫位是不行的 在某些条件之下是不行的 除了到某些 他到 才有这个能耐 所以说那是如来藏思想 六根 我的六根的源头是一个 唯士学不是这样 各管各归各是这样 好 这是唯士的逻辑 刚刚谈到 那么 刚刚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是 引致果 还有一个没讲了是 果具有 这个 熏悉是什么呢 我们 比如说跟朋友 一次生二字熟 我们学这些东西慢慢也是慢慢熟 刚开始很深慢慢越来越熟 读书也是这样 一遍读不熟 两次嘛 两目四三次 三次十次二次三次 五次六次 一百次总会熟吧 这个就是熏悉 它有一种记忆力 熏悉就是一种记忆 好的坏的都是熏悉 习气 所以我们常用习气 还有叫做业力 什么叫做业 就是熏悉 产生一种力 就有人 哎呀 它这个坏习性改不过了 改不掉了 那就成为一种力 一种潜意识的影的一种业力 不知不觉就会这样 就像说 我们坐在那里就是胡说乱想 这是一种业力 习惯了嘛 习惯了嘛 对吧 你说那个高僧 高僧是训练的 我们也可以训练 慢慢慢慢说 哎 我先胡说乱想 我现在的妄想比较少了 我们转了 叫转念头了 那就是 总线熏悉 就是说 按照他这边所讲的 种子起现形 比如说 哎 我看见 某甲这个人 哎 上次我看过 今天第二次我又看见他 就是第一次看见他的种子起现形 起了现形之后怎么样 同时熏种子 就是我第二遍 一定比第一遍要怎么样 要印象深 第三遍一定比第二遍印象深 一遍比一遍深 这就是种子为因 注意到 种子为因 起现形之果 这个因果在 为世的因果非常细腻 然后现形又变成因 熏成新的种子叫果 叫做 亦类 种子跟现形是亦类 同时因果 叫做这个 这个 种子起现形 现形熏种子 那种子 老的种子起现形 这个为因 这个为果 这个为因 这个为果 就变成新的种子 我跟他很熟 我跟他 交往了一年 每天见面 那当然很熟了 书也是这样 一是生二是熟 我们念佛也是如此 念佛念到 风吹不入雨打不透 这个符号 所以这就是有 染的种子还是近的种子 本来我就是妄想 妄想的种子很深 可是我念佛念久了 我念佛种子超过他的种子 这个业力就是 本来都是往这边等 那我这边念久了 就往这边 就是 念佛种子比妄念的种子要甚 妄念的种子比念佛种子 那就往哪边倒了 这就是种现熏息 种子起现形 现形熏种 然后这叫异类同时 另外一个叫种子引种子 现形引现形 我们在以前看电影 常常会最早就看的电影 比如那是电影 它有一个胶卷在那边 在那边放 一个一个一个 对不对 这么大一个 其实一个种子引一个种子 一个种子引一个种子 然后在这边一看 就是现形 那边是种子 这边是现形 同时的 种子 引种子 一个一个 这边也种子 现形引现形 前后现形 那么这个之间 如果说 我们如果按照 这个 一般来讲 就是 一秒钟大概 18次到23次 那个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人在跑 跑很快 哇 连续动作 可是你看那个路 交代呢 其实都是一个一个一个 连续在一起 我感觉他是在跑 其实在那个上面 他是静态的 一张一张 斗结起来 就成为一个动作 不是静态 本来 这样 他变成一个连续动作 这边也是 我们觉得他是 动态的 点灌性的 对不对 这是电影嘛 我主要以这个例子 来说明什么呢 就是我们以前 所举的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 这边 比方说我们把灯关掉 突然 开灯 大家看 开灯之后 突然这个灯 啪 关掉 我们还有十分之一秒 觉得那个 那个 影像还在那里 那个叫什么 视觉占流 对不对 所以因此呢 我们在那边是一个一张底片都是静态的 可是为什么 我们看的时候是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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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一张 可是看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一种动态的 其实我们是一种错觉 是一种视觉占流的错觉 在上面 我们觉得是静态 动态 其实它是一张一张的 这个我们 为什么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的方言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幻觉 错觉 这些自觉占流的一个状况 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在动态 所有东西都是在RNG的一个状态 我们是被这些违惑不觉察 不觉察 因为我们的 我们按照一般来讲 刚刚说是十二十几章 十几章 按照佛法来讲 一秒钟 四弹子 可以弹四下 每一坛子 六十刹挪 每一刹挪 九百生灭 大概一秒钟我算有二十一万九千次 刹挪刹挪 生灭 这还很粗的 一秒钟这么细腻 我们刚刚用视觉占流还是很粗的 我们察觉不到 我这个的比喻就是说明 我们其实在现行与现行 其实走 现行中间 我们看见这个现行状况 其实是我们的心念在刹挪 刹挪在身边 察觉不到 被这些现象所迷惑 所以我们念 金刚经说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就是说做梦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 都是妄念在身边 醒过来以后什么都没 也可以说 用维世学来说 我们是生一个阿赖耶士的大梦 没有梦觉 不觉察到 所以那些修行者 他修行很深很深之后 他慢慢可以觉察出那个生灭心 就是生灭心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在生灭心中 觉得它是实在的 它是实存的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 为什么刚刚用了解释秘经那句话 阿托那是圣神兮 一切种子如附流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说 谈一切为心造 还有我们为什么要用界定慧 这些方法 就是在觉察我们的心 到更深的时候就是生灭心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种子的六意 然后因为种子 就有这些的熏息 这边 谈到这个熏息的情况 这里就是你看 等有种 种子起现行 这个为因 这个为果 然后 现行为因 现行熏种子 这样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 各位看 恒水转就是种子 种子 种子 现行 刚刚举了那个例子 种子是插挪在生灭的 长期就变成 我们的生灭分为几种 一种叫长期生灭 就是我们无始劫来 一直到 后面 来生 这叫长期生灭 一个叫做一起生灭 就是我从生到死 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 这叫一起生灭 还有一个叫做插挪生灭 插挪插挪插挪 感觉不出来 这叫三种生灭 一起生灭 长期生灭 插挪生灭 这边讲 恒水转就是长期生灭 一生就是一起生灭 插挪之间就是插挪生灭 而弥勒菩萨有一句话 一念 一插挪三十二亿百千念 看能念头多细 观照不到 好 这边呢 就是 可以看 什么叫做等无间园 就是插挪生灭 插挪生灭 插挪生灭 就是没有停止叫等无间 然后 种子取现形 现形均种子 这就是果具有 所以呢 六个生命 它在插挪变化之间 就有果具有代重元 这八世之间的关系 如何如何 全部都在 刚刚讲的 种子的六亿里面 我们用一个表来表达 然后 后面再看 叶 叶就是种子 叶有分哪些呢 有分 本有种 跟实习种 又叫本性柱种 还有实习种叫习所成种 阿赖耶中 至终一切法无论有肉无肉种子 无始时来就法而本具 叫本有种 本有种是我们前世带来的 在这个地方呢 维世学 维世学跟卢来藏有一个不同点 卢来藏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这是卢来藏思想 不是维世 维世说 二有三无 两种人有三种是没有的 那两种呢 就是定性菩萨种性 绝对会成佛 一种是不定种性 不定声闻 不定言觉 不定菩萨 这两种会成佛 定性生闻不会成佛 定性圆觉不会成佛 就是二层种心的 还有一种叫无性种心 什么叫无性种心 就是说 这种人他不相信有出力轮回这回事 他认为人生了死了就没有了 就是这一生 如此而已 这个我们就叫做断见了 断灭见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或者是只承认有人天成 没有出世这件事 出力轮回没有 那种叫无性种性 跟出世法不相干的 所以呢 所以按照这种分类来说 本有种的这些 有的人他就是不信邪 刚好前几天有一位 各位知道 信行法师下面有一位法师 行财法师 来了我们这个国庆 后来去这个猫空茶餐去喝茶 那位法师 他是以前 就是一个越南法师的一个试者 叫行财法师 他说他的出家音乐 他说我以前从来不信邪 不相信六道转回 我是一个研究科学 我只希望我成为一个科学家 就是一般所希望的那种 科学家能够怎么样找到一个好职位 然后功成名就 然后怎么样养老如何如何 我不相信什么 这个这个 其他东西 可是有一次 他看见了鬼 哪个鬼 吓到 生了一个业障病 我说你怎么知道那是业障 他说 因为我那个病 那个奄奄一息病的那个样子 任何药都没效 就是业障 因为我看到那个东西 生了一场很重的病 差点就疼了 这样子活过来 我开始信佛 我知道人生不是这么简单 人生一定有什么什么 所以我就出家了 如何如何如何 一大段话 还有一位 有一位叫什么居士 也是这样 看过鬼 那就相信佛 不是说 看见鬼的人都相信佛了 有的没有见过鬼的人 也相信佛 我没看过鬼 好 这是我们讲的 本性注重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 学佛是过去生一定有波尔种子 学佛人 就像台湾算是学佛 算是比较那个的 其实说 真正讲起来 也说起来也是人不多了 你要真算起来人不多 这是本有种 本有种是先决条件 就不同 然后 实习种是什么 就是习所成种 就是说我们过去生 就如说我以前 经过那个参冤诸前基督序里面 提到六祖慧能 他是这一生开悟 对不对 他是顿根的 这个这个这个 可是呢 他的根据很高 可是他说 真正讲起来 天下没有顿根 都是贱 六祖不过是经过了 很久很久很久 到这一世成熟 你以为他是 好像我们说天分 他是天生的吗 他其实已经过了无量节 才有今天了 没有顿都是贱 就是这个 这个参冤诸前基督序里面 解了 换句话说 我们也是过去生的有这个因缘 今生也不知道修了多久了 对不对 也是怎么样 今生 习所成种就是IMG了 继续再修了 哪一生会成 不知道了 对不对 今生会不会成就 我以前讲 今生成就只有进途中才可能 就是习所成种 我们相信进途中 那也是过去种子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高生 包含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 一个是欧益大师 还有印王大师 他们最早都不信佛的 不相信的 后来比谁都相信 那也是过去种子姻缘 以前比谁都不相信 后来比谁都相信 不是所有人比谁都不相信 都会变成比谁都相信 那也是少部分 我相信有一点 我前世学过维世学 这点我肯定 我前世一直在修 没修成今天来重修 为什么 我看了维世学 我就看他 我就是要这个 就像苏东坡 无习有见 我以前有个看法 我看到了庄子得无心意 to my taste很合胃口 我看维世学 我可以一天看九个小时 十个小时 饭都不想吃 那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查民国以来 那些居士法师 哪个学维世学 在我出生的年去世的 到现在都没查到 各位帮我查查看 我都查不到 也不知道哪一次 反正我是学过 因为很多人碰到维世学 就说no touch 太复杂 对不对 有人就看啊 老实说我读书不太认真 我以前从小的 功课不好的 看书看不专心 维世学我就专心了 对吧 那学上大师还得了 可能我在学上大师旁边 跟班一段时间了 可能是有 所以呢 听到说每个人不一样啊 对吧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我说昨天那个 那个法师 不是昨天 前几天了 他说他的 他以前就是业障病嘛 对吧 其实我也 我个人我也想 我小时候也是业障 因为我的功课都是 功课很棒的 都是90几分 100分的 考了95分 都觉得不够的 我考了70分 80分都偷笑 功课不行 但是我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跟这个法师他也是 我会想到说 人为什么要读书 读书读好又怎么样 不读又怎么样 那人为什么要活着 活着为什么要死 死了为什么要活 干脆不要活嘛 对不对 你看到老人家走路 很痛苦啊 我小时候 那时候在等 最早 我就大概七八岁 就看到 有个工人 在电工啊 就在工地被电死了 我就想很久 人为什么会死 就想不通啊 所以我就想 就喜欢看一些 第一个看武校小说 想得当武力盟主了 另外呢 就看一些 中外古今哲学乱看 不晓得哪个有道理啊 好像都有道理 后来我就看了一本 就是跟静坐有关的 里面就是我刚刚讲了 人的心就像波浪一样 所以它波浪不同 每个人看都不一样 诶 朱斯板家是不一样啊 可是如果他把心平静下来以后 他所看见的就是宇宙真相 我觉得这个太有道理了 我就开始 十三岁哦 记得很清楚 十三岁 眼观鼻鼻关心 人家没多久 突然眼睛一张开 诶 我怎么住在这里 我刚跑哪去了 何在想 我不知道是什么 这里面一定有道理 我不知道是什么 这里面一定有道理 我就常常静坐了 就身心它闪了很多变化 这为什么我喜欢讲话气 就是气的变化 所以那个时候我说 我从小就很佛造 心静不下来 看书也看不下 刚刚讲的 可是慢慢以后 心比较静啊 看书也可以看进去 诶 领悟力也增加了 功能就变好了 对吧 我的记忆力各方面 比不上我的兄长们 同学们 可是后来突然 诶 怎么搞的 讲不出理由啊 所以后来就 慢慢就开始忠议这些 从静坐法来 佛学啊 什么道啊 慢慢我就接触这些东西 所以那次坐 给我很大一个启示 当人心静下来之后 他所看见的宇宙真相 所以改变我的这一生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每个人不一样 那是关键点 讲进来 所以呢 因为呢 哥哥们 都是很自然嘛 他本来都是考第一名 那后来我慢慢 我功课变好了 本来我不可能了 诶 好像慢慢慢慢 至于莫名其妙 慢慢考 坏学校变好学校 我这一生好好坏的都有 我的领悟力比较好 记忆力是相对的差 考领悟的 我都比较考的好 这样 好 所以呢 这是 所以我比较喜欢的是思想方面的 文学思想的 所以我走的后来的路 就是走中文啦 走这些 所以我研究的不是一般讲的那些 我就喜欢株子百家 然后到佛的这些 哲学什么的 就是慢慢变成 变成一种生命了 所以写论文干什么就是 我没有说想走学术路线了 就是因为有这些有兴趣 慢慢走不知不觉走这些 还有一点 我以前有几个 第一个 沙哑的声音 打坐以后没有了 因为气沉丹田了嘛 放松了嘛 还有一个很急躁的 很佛照的心 我小时候有一个第一名 叫打架第一名 我天生会打架 我没有输过 我常常到别班 你们班谁打架第一名 我要挑战 可能我前世是少林武僧啦 天生会打 所以后来因为佛照 就是练武术 练这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 没地方发现嘛 就是搞这些东西 一学就会 再讲 所以每个人每个人 一般人是瞧不起这种 这个练武的 要练书啊 不要练练没有用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武术有哲学 这些佛道理都是有哲学 都是有它道理的 所以我就喜欢用 动那个脑筋 好 所以呢 碰到佛法 所以说那个时候很多那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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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介绍我进 这个佛学社 台大成绩社 后来我看这些 我几乎每天都听经啊 从大凡讲座 那时候是从善导寺 从那个松山寺到善导寺 早上进宫法师讲十四讲表 下午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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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愈法师讲 讲这个 中观 还有一位 道安法师讲八十规矩宋 晚上也跑去听 每天听 比我中文系修得还要认真 那不是以前的种子现行吗 就误入歧途嘛 别人来讲是误入歧途 对中文系来说 我走的是外道 就这样走 所以我就随着 我们常说随着感觉走 随着我个人的兴趣 就是说比较不会跟人家争 哎呀我要考上什么学校 大专严考 比较没有 因为什么呀 很简单 我争不过别人 我要争演争不过别人 那意思怎么办 我就走我个人的兴趣 就是这样子 走走走走 就这样走过来 好 那么当然就是说 那我感觉到就是给我很多启发 就是人的潜力是无穷的 还有一点我是从一个 很差慢慢走 我知道 所以教学的时候我会想 怎么样让不懂的人变懂 很聪明说这个很简单嘛 就这样子嘛 因为我以前是从不懂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 我就想到 为什么叫不懂 什么叫笨 就不会说瞧不起那种笨的人 给我教学有很多的启发 怎么样按部就班的帮助别人 那我还有一点我很喜欢请教别人 有些同学很客气 你愿问他就愿答 也得到一种 这种很多这种 空子说了 无少也见故多能鄙视 就说他以前是这样子 所以他所知道的东西 他比较能了解 为什么会这样子 怎么样从不懂变成懂 怎么样如何如何 这样 好 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刚刚讲到 能有种跟识许种 所以呢 中佑一句话 人一能知几百知 人识能知几千知 是 虽余必名 虽柔必强 就是熏悉 那我的个性就是熏悉 就是后天的熏悉 就是 这个 唯识就是这种 好 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 愿以此功德 专言佛净土 上报四众恩 下记三土骨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神 同生极乐国 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